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关心全球股市的走势 我们先来看的是美股 投资人谨慎等待最新企业季报 美股收盘涨跌互建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7.45点 而纳斯达克涨幅是0.15% 市场近代于今晚公布的美国9月就月报告 投资人沈胜欧股在星期二开盘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德国法国股市下挫 英国则是上涨的局面 亚太股市的表现方面 日股早盘受到美股下挫的影响开低 之后受到日元走扁 期货买盘陆续涌入的带动 指数翻红上涨19.68点 韩国股市也是上涨做收 而港股则是下跌了107.82点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新国海峡上扬 而马来西亚印度股市都是下挫 大陆股市方面 互深指数早盘在传媒娱乐股 大幅走弱的影响之下 多数题材股出现了转弱 全面地收黑 上证指数跌幅0.83% 深圳A股的跌幅则超过了1% 台湾股市方面在今天的 传产类股与变性股市下挫走弱 不过电子股有转强的迹象 金融股持续在撑盘 中场大盘指数是小跌了1.05点 收在8418.27点 不能打卡又不能按赞 甚至留言 在昨天很多人发现 自己的脸书忽然荡掉了 全球11亿的脸书网友 都面对这样的窘境 因为脸书荡机了几个钟头 使用者完全无法更新动态 那么脸书毫无预警的 全球大荡机 全球网友大暴走 有人感到焦虑不知所措 德国网友还幽默地拍 Kuso影片 说失去脸书 简直如同世界末日 在台湾上 办公室不断传出 惨烈尖叫声 完了再也不能按赞了 社群网站龙头脸书 在台湾时间 21号晚上7点50分左右 全球大荡机 德国网友搞Kuso 拍了夸张搞笑影片 大喊脸书荡机 世界末日 脸书毫无预警大荡机 无法更新个人动态 剖照留言按赞 全都失灵 很多人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账户有问题 用LINE或电话来询问 另一个社群网站推特则是生意兴隆 脸书罕见全球性大荡机 立刻引发全球媒体关注 脸书公司发言人 透过email告诉媒体 脸书在进行维修时 的确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导致部分用户无法接纹 这样的全球性大故障 一直到21号的晚上11点半左右 才回复 将近四小时的当机 被网友夸张形容为世界末日 可以看得出脸书用户依赖程度 综合的报道 受到房价与利率双双走高的夹击 美国房地产市场买气下滑 9月乘乌销售比8月减少了1.9% 这也是三个月以来首见的衰退 美国芝加哥联邦准备银行总裁伊凡斯指出 由于可参考的经济指标不足 联准会很难在本月底的决策会议 做出启动量化宽松退场的决定 加上明年初新的预算与债线期限 让联转会对财政政策前景可能也不具信心 暗示QE在12月退场的几率也并不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微软旗下手机事业Nokia周二 在阿布达比举办新品发表会 Nokia一口气发表了6款新装置 包括首款平板手机 这也是Nokia前执行长爱洛普 重回老东家的最新考验 Nokia和苹果同一天举办了新品发表会 虽然Nokia的新手机可能无法掩盖苹果最新iPad的光芒 但是爱洛普可以借这个机会向外界证明 Nokia的装置可为微软的手机大业注入希望 宏达店今年营运很惨 股价跌到11年来新低 外界一直点名要执行长周永明下台 宏达店董事长王雪红 他把这话听进去了 王雪红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证实 高层权力重新分配 周永明将专注于研发新产品 行销和供应链管理 王雪红和宏达店创办人灼火土 则要亲自插手下指导棋 请来摇滚天团五月天帮忙新手机造势 还有钢铁人小老婆道尼主演广告 宏达店今年行销预算砸下去 营运还是拉不起来 现在董事长王雪红决定自己出来救 执行长周永明全力被收回 是被稀释 因为过去这种民执行长的话 从研发销售行销 供应上的管理 及大权一一审 现在几乎被昏掉 只剩下一个专注研发 王雪红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 领导结构大改革 以往行销销售工艺链 品管研发都归周永明 但现在王雪红亲自督军行销及工艺链 王董原本一个礼拜两天进公司 现在一口气延长三倍 一周六天都要工作 宏达店前创办人 前执行长卓火土 也要插手品管事务 工程师出身的周永明 全力被架空 退回产品研发领域 宏达店高层人事大地震 投资人掌声庆祝 22号一开盘就涨半根停板 回应了外界原先的一些批评 所以今天股价 当然会做出一些大涨的反应 曾经站在王雪红身边出席活动 就是一手打造宏达店股王 传奇的卓火土 现在王雪红找他 重回权力核心下指导期 也引起外界联想 周永明时代恐怕接近尾声 不过宏达店发表声明澄清 周永明将有更多的时间 专注于产品的创新 执行长身份不变 而后续宏达店业绩 能不能有起色 外界都在看 中天新闻张卡林 理解台北三方报道 前美国直栏超级球星乔丹 位在芝加哥的豪宅 非常的奢华 一共有9间卧房 19间厕所 还有篮球场高档物件 卖了一年多 但是就是卖不掉 乔丹准备要拍卖球线 美国房众业者表示 问题出在地点 因为美国豪宅市场 过去一年来 其实正在快速的回温 篮球大地碰壁 只能够说市场嫌 它的开价太高了 成把NBA的篮球大地 却在房市碰壁 乔家大院脱不了手 准备开放竞标 不到台币800万 就可参加竞标 入门大口刻上 今年23号 乔丹芝加哥豪宅 占地三公顷 主建物面积1500平 内有标准规格篮球场 外有超大景观池塘 9间卧房19间厕所 去年2月开价2900万美金 和台币8.5亿 再降800万美金后 还是发人问机 问题出在哪 房仲调明讲 开价不合理 的确高档物件 卖不卖得掉 地点很重要 近11台并洛杉矶豪宅 还是有人出手 美国最大房产公司调查 2013年6月为止 全美千万美金以上豪宅成交数 迷人之城比佛利山庄 18笔夺冠 世界之都纽约上西区 17笔居次 而百万美金以上物件成交速度 是全美房市的三倍之多 美国豪宅市场之所以升温 除了受贿股市上涨 房贷利率依旧维持低档之外 亚欧富豪相继赴美制产 也是推动销售的主要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报导指出 大陆楼市目前和2007年的A股 暴涨之后暴跌的情形类似 报导当中预警大陆楼市泡沫破灭 将在2015年底之前发生 而未来一年将是楼市既得利益者将逼空散户 今年8月份大陆70个大中城市 有69个城市房价比去年同期上涨 其中北京房价涨幅达19.3%居贯 广州和上海的房价紧随在后 分别是上涨了19%和18.5% 房市将踏上2007年A股的命运 随着股价大幅暴涨 上证指数5000点以上 开户数不断飙升 最后落到被套牢的下场 针对大陆两院院士集体呼吁 北京中央开放基因改造水稻产业化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批判 世界各国极少主粮是基因改造 13亿人口不能够成为 基改主粮集体试吃的实验品 文章当中强调 基因改造食品早已经进入大陆 其中以大豆和玉米进口最为广泛 基因改造农作物有防虫抗壁能力强的优点 但是最终目标是保障人类食品充裕 改造应作为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最后手段 随着上海商办供应持续的上升 华人首富李嘉诚也及时出托持有的 上海东方汇精中心入带近90亿港元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买家是交通银行 东方汇精中心东面正对着上海中心 项目办公楼总建筑面积大约11万平方公尺 为35层的超甲级商办 目前尚在建设之中 预计2014年完工 业界认为上海甲级商办 控制率未来看升到13% 这也成了李嘉诚脱售的主要原因 而另外的李嘉诚旗下的百家超市在10月18号宣布停售以后 零售业务主力屈城市宣布考虑进行上市筹资 募资金额上看100亿美元 有望成为近三年来亚洲规模最大的IPO案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屈城市的母公司合计黄浦 现在正考虑让屈城市集团分拆上市 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公布IPO计划 集资规模可能在80亿到100亿美元间 上市地点则可能在香港与伦敦 巴西在周一标售号称 全球已经发现最大的海上油田的开采权 预计能够为巴西国库进账几十亿美元 总统罗塞夫寄望透过在开发这块海上油田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取得改善教育与医疗的所需资金 蕴藏120亿桶原油 未来30年渴望为巴西带来1兆美元税收 包括中国海洋石油 中国石油 法国道达尔 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等 11家外国企业 竞相参与竞标 台湾的主机处公布了9月份 最新失业率是4.24% 虽然说终止了连续三个月失业率上升 但其实和周边国家 比方说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 比起来台湾的失业率还是最高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据统计台湾劳工加班的状况更是普遍 劳基法虽然规定两周公时84小时 相当于一个月180小时左右 但其实台湾劳工平均一个月公时 都高达221小时 超出了41个小时之多 双手忙着把数字全输入电脑里 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的谢小姐 每天一到办公室工作 就是跟数字打交道 不过年底又到了会计也忘记 谢小姐很忧虑 因为每天加班到9点11点的生活 又要开始了 双手忙着折包装纸 他是科技工厂负责生产线包装作业的林先生 表定的公时明明就是8小时 但林先生说只要公司的订单一增加 马上公时就是倍数成长 表面公时是8小时 但是就是当有需要要求加班的时候 他一次是直接给你加到16小时 那就是变成说早上7点半就要到工厂 那可能下班的时候 就是回到家已经晚上12点 甚至午夜之后 辛苦加班每个月才领3万元左右的月薪 让林先生觉得很不值得 长时间久站更让他的膝盖出问题 虽然劳基法规定 每个公时大约在180小时左右 但根据统计平均劳工上班时速 每个月都在221个小时 足足超过41个钟头 而2012年统计数据更看出 台湾劳工一年工时高达2140.8小时 明灭全球第三 仅次于新加坡跟香港 本身不太欣赏加班文化 但是台湾加班文化应该说真的蛮普遍的 而根据主技术公布的最新失业率 9月虽然中止了先前连三个月上升的走势 来到4.24% 但其实跟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相比 台湾失业率还是最高 工时长薪水不高 就业环境不稳定 让台湾劳工真真成为心酸异足 最新闻的线王宗翰台北采访不到 广告之后回来在今天的财经旺焦点单元 我们的人物专访 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的一位金油达人李纯莲 因为一场大病让他体悟人生 从此踏入金油的世界 他创办网站推广金油知识 稍后带你了解他的创业故事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说到了金油 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的被市场上接受 很多人喜欢用它 尤其是很多的女性朋友 那么许多人也乐于使用各种各样的金油 在居家生活当中 但是坊间有许多金油来路不明 不是说现在只有所谓的食品安全的黑心油 其实金油也有所谓的黑心金油 那么在今天我们请到台湾的一位金油达人 那么她是台湾的香草金油学院总经理李纯莲 今天请纯莲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不但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分辨 怎么样去应用 同时我们也非常好奇 她相当有趣的一个创业心路令城 我们来介绍她纯莲 欢迎你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今天纯莲也带了很多的这个道具来 其实这些都是平常的很多人会 可能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的金油 还有她的一些器具 我想一一再跟大家做解说 一开始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就像这个黑心食品一样的黑心油 黑心用油 你发现到说原来有一些知名的大牌子 而且还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的牌子 好像也都会出包 那全联就你这么多年在市场上的观察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知名的品牌 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牌子 他们出的金油 其实未必是值得信赖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看一般人消费者 他对于金油 他的期待是什么 因为我们所知道 金油这个名字 其实也广泛被滥用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譬如说有很多假的了 譬如说他是明明就是室内芳香剂 他也说他是含了金油的成分 然后在另外再加了 譬如说95%的义丙醇 这样的物质呢 他也认为是 他也把它标榜成是一个金油的时候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把95%的义丙醇 95%的都是化学的东西 其实重点还不是在这里 重点可能是在另外那5%到底是什么 另外那5%如果说是 纯金油的话 那大家没有意见 问题就是另外那5%根本就是香精 当这样的物质 跟我们吃的东西一样 也都是含香精 那如果连这样的物质呢 都被当作是 金油来看待的话 那你就算是 有相关的一些卫生单位 再怎么去把关 其实都没有用 就是因为一般消费者 你期待的他只是香香的话 你无法去认识到 这样的一个金油物质的本身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说 它假的可能性跟真的可能性 你无从辨别的时候 你只能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 他只能去验证说 有良心跟比较没有良心 的这样差别 就是说你假 是假的有良心 或是假的比较粗糙一点的 没有良心的 就这样子 纯粹就是看那个比例的多卦 对不对 那基本上那个还都是假的 那如果说是要真的 金油就是要百分之百的 全部都是植物体力出来的 那那种东西 我们就必须先认识 真正植物性 纯金油 它的一个本质跟界限 你需要有点认识了以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假的 是 那比方说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些瓶瓶罐罐的 这些是所谓的百分之百的纯金油吗 对 是百分之百的纯金油 而且是植物体炼的 是 那这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植物体 它去提炼 那是来自于植物体 植物呢 就相当于农产品 它也受制于天气 气候的一个气候差异 还有一个人工栽种 人工去萃取 所以它的一些价格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买蔬菜水果一样 它也是靠天吃饭的 它价格是有浮动的 并不是相当于我们在保养 一些百货通路上 我们所看到平平惯怪 你的认知 以为说 荀蚁草跟玫瑰 只是它品相不同 其实不同 它来自于就是不同的植物体 它的取油量的多寡 也决定它的价格 所以尤其像当这个天气 可能影响到这个植物的生长的时候 你的量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稀少一点 当然 那像如果我们用到的是 不纯的这个精油 我们只知道说 它里面是有香精 有添加物 它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东西 老实说一直都很矛盾 一直大家都认为说 就像我们之前 在一些食品里头出现的香精 也是说 这个是食用级香精 食用级香精并不等于天然香精 这是一个一般人常发生的一个 因为早期人家香精的萃取 从19世纪有化学工业开始以来 其实香精大部分是合成的 只是说它守在一个安全界限 但你不能说它是真正天然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精油 都是真正植物去萃取的 它有不同的形状跟界限 那我不是说 我今天讲的说 真正植物萃取的 它就一定安全 还是要守一个界限 跟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度 所谓的量 在这个部分 那请教一下这个纯联 这个原料都是从哪里来 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 就像比如说 很多人会犯一个迷思 就以为说 是不是精油都要买法国的 都要买纽西兰的 或是买澳洲的 表示他们的环境比较有机 其实错的 为什么呢 不是一个法国 它就种得出所有品项的植物 就像我们台湾有香蕉 日本没有香蕉 是一样的道理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 自己生产这些精油 这些植物精油 是因为台湾的地域气候 不太适合香草植物的栽种 比如台湾也有 台湾有块木 台湾有香茅 或是台湾也有樟木 那这个东西也是全世界 它也其实也趋之若鹜的东西 因为只有台湾这个气候 才长出来 那譬如说像檀香来说 台湾其实就在全世界 大概就只有 东易度那个地方有 所以 即使是法国品牌 它也需要跟东易度去采购 就是这样 所以它不可能是法国 在地生产 也是这个道理 那百分之百的这个纯金油 它究竟珍贵何在 珍贵之处何在 因为它取流量太少了 量稀少 就是物以稀为贵 它是不是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也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或者是比较繁复的过程呢 就随便讲草来讲 因为植物的生 这个金油的生成 基本上是来自于 它的一个光合作用 植物它经过每天的 不断的光合作用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精维物质 会储存在它的叶片 跟金上面 所以一般如果说 我是整株蒸馏 像薰衣草来讲 薰衣草精油 它整株蒸馏 或是薄荷精油 整株蒸馏 它的取流量会稍微大一点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在花瓣 就玫瑰花 玫瑰花的温暖香气 很多人喜欢 那因为植物它本身 它在储存 这个植物的精维物质 这个精油 它就比较少会释放到花 花瓣里头去 所以花的油量自然少 所以花类的精油 比较少自然比较贵 是 我知道有的玫瑰精油 可以贵到都是上万块钱 一般来讲 它是真的是 是一般来讲 市售来讲 是已经真的到到一万块钱以上 但我们就很好奇 其实玫瑰花不是到处都有吗 对 可是能够取油的花不多 对 还要看是哪一种玫瑰花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玫瑰花 如果它是用 不是溶气萃取 不是仔细萃取的话 它是用蒸馏萃取的话 可能来讲 它的油量就是 它的取油 并不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它常常是为了要取它的一个存入 就是花水的部分 那请问一下纯莲 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要让这个精油 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应用 去使用它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呢 其实像我今天前面带来这个扩香器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使用精油的工具 而且是使用纯精油的工具 你会发现纯精油的使用的工具 它不加热 然后也不加水 它完全是原汁原味 把精油直接滴下去就可以了 它靠的是一个空气震荡 吹送的原理 那你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很好奇了 因为我们平常有的时候 在百货 或者在卖场 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呢 好像都是用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方式 包括它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蜡烛 然后就在上面开始熏香了 或甚至是也会用到像类似水氧机 这样子的一些工具 但是这个就是完全跟它们不一样 那用那样子的方式是不行的吗 原则上来说 用点蜡烛 一般热可以让香味扩散 这是基本原理 但是精油里面所缠的一些成分 像唇类跟氛 这样的物质呢 它都属于低沸点的 它通常在60度温度左右 它其实就已经挥发了 所以常常我们在看到那样的东西 其实你在滴精油 你会发现说 你可能滴个10滴下去 是 闻个半个小时 那下一次你想 那我这次滴20滴让它多一点 对不起还是半个小时 为什么它热破坏了 它在超过60度一样就出现热破坏 所以你那个 你等于没有办法享受到一个原汁原味的精油 那就是点蜡烛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熏香就不建议加热 而这个是完全没有加热 但我们看到这上面看起来像是冒烟 冒烟其实它利用的是一个 把分子打细 就是人家所说的 就是我把分子打细经过碰撞 水分子打细经过碰撞 是产生一个气体 是这样子的原理 所以跟你这个精油的这个分子轻重有关 如果你今天喷的这个精油分子是 譬如说像弹香 乳香这种很粘稠的 它可能就没有烟了 对 所以是根据精油而定 不是根据它的有没有冒烟而定 是是是 玄霖那我请教你 像有些人就说 我有什么样子的毛病 我可能就适合用什么样子的精油 那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呢 以现在目前来讲 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女性 对 巴不得自己能够再瘦一点 如果要让自己瘦一点 要减肥的精油有没有呢 应该这样讲 其实如果说减肥精油这两个字 其实在台湾我可能就被罚了 对 因为这两个字确实宣称疗效 我可以这样讲 精油在我们人体来讲它走气 如果我们用中医的原理 气血的原理来讲 精油其实走气 而且它都是暖身的效果 都是行气的 那这种行气的在我们人体 基本上效果有 增进我们的交感神经的这个兴奋 所以它可以刺激你的基础 除代谢率 自然是你的热量消耗比较快 那到你说哪些比较特定的精油 确实有 确实有几款 它就比较沥水的 那其实沥水 沥尿这个东西是精油的通性 所有植物的东西都有 譬如说咖啡啊 茶也都是有 那精油其实就是有 因为这是植物的精微物质 它本身就是有这种沥尿的效果 我是说用什么样子的精油 什么样子的精油 比如说像杜松莓 葡萄柚 这很沥水 所以要瘦身 要促进交感神经兴奋来讲 它们其实都比较激励 属于比较扬生的气味 而且好像听说是四季的变化 其实也可以在精油上面 也做一些这个季节上的搭配 比方说现在是秋天了 应该说精油它很好玩 它是一种植物原物料 你可以拿来搭配性格 比如说跟星座去呼应 你可以拿来跟那个中国的五行 就是跟我们的体质去做呼应 但也可以跟情境去做呼应 比如说你办公空间要怎么用 你卧房要怎么用 你书房要怎么用 是 所以它其实这个里面 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变化 它只是因为它就是一种植物原物料 是 那这个精油可不可以内服 基本上不行的 基本上不行 调过的也不行吗 调过来讲我觉得是改变剂型 譬如说像现在德国有一些品牌 它已经做了一些可以口服的 那种东西叫做改变剂型 对我来讲那个东西 因为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暂时就不去谈它叫纯精油 我们只能叫做那个叫做精油的一个再制品 再制品 譬如说你可以再制成护手霜 再制成一些什么瘦身霜 那叫再制品 那它是再制成一些口服液 或是再制成一个漱口水 是 都可以的 那在平常在居家生活 其他的方式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应用 应用比如说泡澡 比如说你有时候有失眠的困扰 直接滴在枕头上 然后自己就 透过那个枕头 枕头部的吸收 然后就挥发出来 你就是睡觉的时候左转右转 你都可以闻得到那个香气 是是是 它这个是不是要长期去使用 才比较能够看得到效果 其实长期来讲 我还是希望限量 限量 对 因为你不能像吸毒一样 对 其实还是有一个 要维持它一个度 即使它再好的东西 我们还是尽量 劝消费者 一天我们不超过二十滴 是 对 还是有一个量的限制 既然它那么好的功效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效果很直接 是不是 伤害也会很直接 它会有这个部分的顾虑 是 全联其实现在谈精油 大家可以发现到的 它其实就是侃侃而谈 已经像是一个老师一般 但事实上呢 其实在多年前 那么它还没有接触精油的时候 它是一位护理师 那么我们就非常好奇的就是 它是一路如何走过来 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精油 而甚至呢 创业来发展成为一个事业 我想待会我们来听听看 它的故事也是相当的有趣 回到待会的 这个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我们继续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 今天的财经旺焦点 我们访问到的是 台湾的精油达人李纯莲 在刚才我们听到纯莲教我们 很多有关于在这个 看精油 使用精油要注意些什么 不过我们刚刚好像 特别没有谈到 就是说真的假的 这种精油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真的在外表上 你这个瓶子都遮得 而且做得那么漂亮 你真的其实没有办法 分辨得出来 其实还是有几个诀窍 怎么说呢 第一个是鼻子 那第二个就是 认识这个精油的性状 是 譬如说薰衣草精油好了 这最普遍大家都认识 薰衣草精油 它其实基本的性状 它的比重跟水一样 也就是说 它滴下来的时候 哒哒哒哒哒哒 像水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滴出来的 薰衣草精油是粘稠的 第一它可能加了一些介质 比如说加了一些油去稀释过了 对 因为它不可能粘粘的 所以你如果说薰衣草 滴下来是 像水一样 那是正常的 那是标准的 那就是对的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乳香精油 滴起来像水一样 大大大像水一样 那就是假的 因为乳香精油本身就很粘稠 所以就是它不同的植物 你要去分别去认识 它的一个基本形状 因为它来自的东西不一样 像薰衣草 它来自的是全草科的植物 就是纯形科 它是草本植物 它蒸馏出来的 比重几乎都跟水一样 那如果像乳香精油的话 它是一种来自素子 那素子本身就很粘稠 它是需要经过容器萃取 然后再去蒸馏出来的东西 它其实本身就粘粘的 但是它那个粘粘 不是油 不是油油的那种粘 而是那种粘稠度化不开 但是你稍微推开以后 它直接渗入 也不是油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推下去的皮肤 有油油的感觉 那对不起就是假的了 就是它七四果的 是 所以其实这个 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 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也是我一直在教育的部分 是的确 我想其实呢 这个全联的这个 一路走来的这个创业过程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之前呢 其实他是一个护理师 而且大家知道吗 其实当一个护理师 工作是非常繁重 很辛苦的 结果他过劳而病倒了 甚至还说 这个生命啊 曾经暂停过3.8秒 这是非常的惊险 我想这个全联 你是不是也因为 体认到了这个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你开始去接触精油疗法 这是一段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应该说玩精油本身是 一开始是好玩 是 一开始是好玩 后来呢 当然我很幸运 我一开始就学习到 就认识到一些上油了 就是一些 精油的一些蒸馏制成 我一开始就认识 然后呢 刚好也认识到一个 认识到一个有 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教授 然后他当时他们正好在研究 这个精油的一些多元的功效 那个时候呢 我就负责帮他们做采购 那时候你已经辞去了 你的护理区取物的手续 对对对 那时候是昏倒之后了 对因为我曾经就是 跟主持人讲的一样 我就曾经就是因为心脏暂停 然后3.8秒 那时候医生强烈建议 我要装一个心脏节律器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我的心脏有装个心脏节律器 是是是 那事实上这个精油你接触了 而且你真正去实地去体验它了 使用它了 你觉得你在健康上面 有出现一些改变吗 有 非常大的改变 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不需要仰赖我的心脏节律器 我其实是靠自己心脏 自己的跳动 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是 昏倒的那一年 我其实对于机器的仰赖率 每一年还有50%的仰赖率 那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后来 我几乎只有一年 大概只有20% 10%不到 然后现在其实我的 那个机器 其实是没有方寻的 你是怎么样去运用 在你的生活当中呢 应该这样讲 我最早运用的是失眠 是 对 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心脏有问题 我自己没有察觉 可是我常常到晚上 大概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就自然醒来 那醒来端坐呼吸 我没有办法平躺睡觉 因为我那时候包括很严重到 我连讲电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坐着讲电话 我必须躺着讲电话 是 因为那时候讲话都没有力气 对 所以你必须要仰赖这个精油 来帮助你入睡 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简单的 使用这个扩香器 是 那我最早的一个原型 扩香器model 其实平常说来自于法国 但是后来我在台湾这边生产 我改良它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 比较劣质的部分 是 那从这个护理师来投入精油的研发 还有你现在推广这个精油 你会不会觉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我觉得是一种专业的结合 其实不瞒您说 我一开始还不觉得那么顺 后来我才觉得其实 以我护理师的一个 可能我过去的养成教育背景 我在看待这个植物运用到人体的 一个健康方面 我更懂得拿捏这个界限 那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起头 因为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喜欢玩精油的女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其实很多 非常多 对 但是你把它要当作是一个事业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而且我觉得把在玩精油当事业的女孩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 可是我觉得每个那角度会不一样 怎么说 那这个角度 譬如说因为我过去是一个护理师的身份 我会比较从一个 我会谨慎的看待它的一个使用界限 跟人体之间的一个呼应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非常的强调 并不是说多久好 对 那这个你把这个精油当作是一个创业 当作是一个事业 对 是不是需要花很多的这个资金 因为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 要纯天然百分之百的这种纯精油 好像不便宜 小小一瓶都很贵 确实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 非常的也很谨慎也很保守 我只买了九款 九款这个原物料 我只进九款 然后呢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月的营业额 就让我做梦都会微笑了 是吗 真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算顺利的 因为早期 这样讲 我还没正式自己网站架购物车之前 我自己是有一个医生懒得说的网站 那是一个ICP 就等于我像做一个全民护理师的这样的一个义工身份 就是教大家一些一般的一些护理常识 跟一些卫教常识 那那个时候其实累积了一些会员跟信任度 所以我在2002年4月那个时候创业的时候 请了一个朋友帮我写的程式 做了一个购物车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线上刷卡 也还没有货到付款 全粹就是ATM 就是你必须先汇款给我 我查到了才帮你出货 等于说那个年代还没有信用交易机制的时候 会员就相信我愿意在我这边买东西 我觉得对我是第一次创业就一个很大的肯定 那那些会员或网友是只有台湾吗 大部分是来自台湾 还有一些国外是华人 像我最远的有荷兰 还有挪威 北欧 为什么说他们最远 其实并不是地球上的距离远 而是我们这边的游物系统 我们这边游 台湾的游局的游物系统 其实是很快的 是 对 那事实上是他们国家的一些游证系统很慢 他们慢 所以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 我记一趟荷兰 有的时候半个月 有的时候一个半月 那不太一定 主要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游才蛮懒的 效率没有这边的高 效率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就是华 只要能看到网站的 你只要连得到我们的 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我们的东西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我聚集了非常多海外华人 那个时候我倒觉得很好玩 台湾人第一个就问你 你是哪一国的 可是反而海外的人 像美国加拿大是最多的 他们那边看到有华人的网站 劈里啪赶快来这边订 但是我很好奇 在美国加拿大 他们经由不是很多吗 对 像我们还会买他们的品牌 是啊 对 所以怎么是倒过来的 对 那你觉得吸引到他们的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专业 而且就是我是看待精油的这个角度 跟一般坊间你只是把它当成 美美香香的物质是不同的 我认为那样的角度 事实上把精油做小了 我觉得精油它其实是种植物的原物料 它是活的生命体 跟我们人体一样 是有相容 有很多事实上是大自然的 这个植物与人体的一种 生习与共在里头了 是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你有透过你自己的 这个网站的一个架设 对 你分享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 对 让大家来信任你 我觉得这其实很棒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网路的行销 你说到底要行销 行销最重要是content 对 就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你要有东西拿得出来 对 那你不但是拿得出来 而且你要建立一个社群 你也建立起来了 因为早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在 早期我只是做ICP的时候 做一个医生懒的说的 一个网站的时候 是 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 野岭版的BBS上 跟他一些学生在那边做对答 因为我发现那时候 学生也很会玩精油 只是因为学生可能手上的一个资金不是很 很多 所以他们可能玩的不是 手上没有那么多筹码 那那个时候呢 我很用一种鼓励式的一种方式 让他们就是说 先从便宜的玩起吧 是 对其实你不用说 一定我手上一定要有一瓶玫瑰 事实上玫瑰确实非常的高贵 对啊 那事实上跟玫瑰等同的功效 我就会教他们去认识玫瑰天竹葵 其实那我很好奇 你那时候到底花多少钱来创业啊 一开始的资金有三十万 三十万 对其实也不过才三十万啦 也还好 可是对我那个时候是从 从无到有嘛 因为我没有做过生意 的人来讲 其实还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对 但是呢 慢慢就这样子做起来了 也建立了很多的会员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呢 这个会员 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因为他可以让你就更加的 就跟他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黏着度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那是来自于 他对你的专业的信任 跟他对于你讲出来的每一个字 其实他觉得你是诚恳的 是 对 你不是 你不是经过包装后的一个生意员花糟吧 我觉得是很大不同来自于这一点 那现在回想起来 你创业也十一年了 对十一年了 那这一路走来 你觉得你遭遇到最大的挫折挑战是什么 挫折挑战 现在讲起来应该来讲就是 2009年可能我有遇到一些挫折 但我现在你看离那个时候 又已经四五年了 我觉得现在再回头看 但那个挫折我觉得它是我的养分 怎么说呢 因为没有那个挫折 我就走不出我自己的一个 怎么讲 走不出自己的 真正为自己而奋斗的那一个勇气 是 那其实最早期 我并没有对品牌 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创立品牌并没有那么大的认知 那我是从我二次创业2009年之后 我才更认识到一个品牌的价值 对 那其实早期呢 大家并不认识什么叫做 这个品牌 他们大家都认得我的名字 所以这也是我二次创业能够成功的原因 是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品牌的价值 其实是来自于你 你建了这个品牌的价值 对 应该有一些个人特质在里头 对 所以就算你今天再换一个名字 他们认得的还是你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老天对我来说是眷顾的 是是 好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这个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精油达人 他的英文名字其实叫做Niko 只是我们刚刚不太用他的英文名字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到亚洲最前线 跟大家分享精油的运用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等一下回来呢 在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们稍后要带你来看的呢 是维也纳的咖啡 现在也可以被联合国认可 马上回来了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 到维也纳除了去参观 他的皇宫 他的博物馆 一定要去他的咖啡馆 维也纳的咖啡馆 和巴黎左岸咖啡一样 都被列入联合国世界 无形文化遗产 你知道维也纳有三宝吗 音乐 咖啡 华尔兹 够浪漫了吧 音乐之都众所皆知 约翰史特劳斯的蓝色多脑盒 让维也纳跟华尔兹画下等号 至于咖啡 那更是维也纳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饮料 来到维也纳 有什么事情非做不可 当地有句名言 如果我不在家 我就在咖啡馆 如果我不在咖啡馆 也一定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 这句话出自他 维也纳十九世纪末的知名作家 皮特奥尔兹伯 他每天一觉醒来 就到这家中央咖啡厅报到 在这里吃饭 喝咖啡 看报纸 然后跟其他文人聊天创作打盹 风流寡妇的作曲家 France Lehar 生前最爱来的地方 最爱的座位 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 是奥匈帝国首都 当时世上第六大的都市 人们因为居住的空间狭小 喜欢到咖啡厅里去消磨时间 而Café Spiro 当时则是 艺术家跟作家的创作场所 据说当年这里 每个张桌子 就有一位浪漫诗人 天才画家 或者终身贵族 在这儿点一杯咖啡 就可以坐上一天 他们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喝了六杯水 然后坐在这里 四个小时 这就是严重的事 咖啡馆不赚钱 但至少成了文学艺术的摇篮 咖啡厅文化保留至今 虽然少了艺术家 多了游客 但咖啡馆尽量维持 从前的传统 不管你点的是什么咖啡 都会用一面 发亮如镜的银盘来慎庄 附上一杯水 摆着一纸银汤匙 就跟一百年前一样 老板娘介绍我喝的 Café Neumann 杯子里头一大度的鲜奶油 淋上黑咖啡 不用搅拌 才能分开品尝 奶 咖啡糖三部曲 这个空间太浪漫了 也难怪是这座城市的 重要文化遗产 但是同一时间 就在Café Spill的对面 您叫Phil的咖啡厅 正在重新诠释 维掩那咖啡馆的未来 走进Phil 很多人第一个疑问是 这里是书店 家具店 还是咖啡厅 答案 以上皆是 这个空间的装潢 阳春到不行 从墙壁到天花板 都是水泥白漆 但这空间的摆饰 五彩缤纷 各种书籍 各式二手家具 仿佛有挖不完的宝 喜欢都可以买回家 如果说维也纳的老咖啡厅 是百年不变 那么新咖啡厅 就是不停在变 相同的是悠闲的氛围 人多从不吵杂 如Altenberg说的 在这儿 你可以独处 却不会寂寞 维也纳的咖啡厅 被列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 因为它最能代表 这座城市的慢活态度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跟您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